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是来讲一下就是拍抗的数位转型 还有社群行销策略的一些分享 那这个是简报大纲这样子 好 那我们知道就是2020和2021对拍抗的意义是重大的 因为2020它是十周年 然后2021是拍抗APAC这样子 但是因为疫情的影响就是双北进入三级警戒这样子 所以本来2021年那一年就是要实体举办 然后就没有办法举办 就是2021年5月15号那一天就是变成三级警戒 然后就是在很短时间那样转成线上这样子 天啊 真是紧张到一整个步行 我觉得我就是应该没有办法讲完 我觉得我先讲重点好 然后剩下时间可能就提早休息这样子 对 真的不好意思 对 好的 我先讲一下就是我今天是根据那个拍抗 我们每年举办完之后都会有个会众问卷 那这个会众问卷里面有一些提醒 就是正好可以去了解说就是会众他们在这两年 我们用Galertown就是举办拍抗的时候 他们体验到的远端临场感 还有他们体验到的资讯性 还有体验到的参与度 还有体验到的社群满意度是什么 那因为正好就是过往有学者做相关的研究 然后他有建立一个类似的模型 所以我是参考他的模型 就是得出来这样的推论 就是说什么叫远端临场感 就是这个是元宇宙的核心的概念 就是你怎么样在让会众觉得在会那个虚拟空间 然后觉得好像就是清零会场一样 那这个是对拍抗就是过往两年来说最重要的事情 因为我们真的都是被困在家里面出不来这样子 那针对这个Taylor Precinct 就是已经有很多的研究了 就是说他要留意几个概念 他要透过这个虚拟的场域去提升会众的享乐的满足 然后用户的体验这样子 然后这个是刚刚上一场那个文华 还有那个伯俊他们有分享 我们是用戴了他去做的会场这样子 然后在那个赞助商的就是反应上面也是非常的好这样子 然后因为2021年我们第一次转线上 那时候就是我们志工他很贴心就想说 很多人应该就是没有听过什么是gather time 所以我们那时候在会前有特地办一个所谓的社群开箱 就是带大家亲自走一边会场 而不是说我到会议当天我才知道会场长什么样子 就是我们已经可以先去会场就是测试 我们会不会操作那个虚拟人偶 他们可不可以很顺利的在里面就是跟人家互动这样子 好 所以这个活动 这一个开箱是其实蛮关键 因为他真的是有很实际的去影响到那个 就是会众的满意度这样子 然后因为疫情影响我们那时候也是有搭配这个疫情规划 就是有给他们大礼包 然后那个2021年当天就是还有我们就是有在家举办说 就是我们有Python食谱就是Python语法的食谱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活动就是让会众就是不会觉得说我只是对着萤幕 然后操作一些小人偶而已 然后而是我在家里我实际在吃东西我也可以跟会众互动这样子 然后Python到2022年我刚有说过他扩大规模变成APEC 所以就是他的概念又更宏观了 就是我们第一年是大家看这个会场 他其实是一个开神宇宙的概念 他上面这个圆圆的这些都是星球 然后下面一格一格的就是我们的会场 那Galertown他可以设计说我们移动到某些特定的格子 他会被切换到就是立刻被传送到不同的会场里面不同的位置 然后感觉就好像他被传送这样子 那个特殊效果是蛮不错的 好那延续21年21年已经是宇宙 那22年是Python APEC 那有很多国外的讲者就是想要线上参与 那考量到这些线上讲者 他们可能没有听过那个就是台湾 也没来过台湾 所以我们加了非常多台湾的元素这样子 就是有如果大家就是有看那个右下角 先讲一下这张图它是 我们去年的Spring就是在Galertown上 先等它一下 好的那这个就是Spring的会场 然后一样也是就是有加入什么黑熊啊 美花路啊然后穿蓝白拖的阿伯这样子 好然后这个就是那个台湾宇宙的会场的设计 然后就是大家可以Google台湾宇宙会场 这应该可以找到我们志工写的那个就是新德文这样子 好然后这个是Python TW的受众回馈分析 跟脸书广告投放的概况这样子 那就是给大家一个概念 就是这两年的参与人数呢 就是其实比跟实体一样多这样 然后这个是就是从远端临场感的面向 然后给予就是会众的回馈分数 那其实连续两年的顺畅度其实都达到四分以上这样子 好那在议程的资讯性上面呢 就是会众其实就是回馈两年的分数 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就是他们觉得议程给他们的资讯性都是够的 只是说如果硬要春毛求知的话 那就是2022年的那个他们学到软性的技能是稍微小一点 然后可能可能是跟去年的议程规划有关系这样子 那这一个表格的结果呈现是很漂亮 2020年是我们实体举办的那个问卷的结果是3.83分 在台南的成功大学 可是到了2021和2022居然都有4.3分以上 就显示说我们用数位转型就是到Galertown上面 因为Galertown它就是会给人一种就是 不论是那个enjoyment或者是 就是表达自我identity的部分都非常的足够 所以就是这个多样性的部分 就是会众会觉得是算是非常足够 所以这张就是回应呈现的结果是非常漂亮的 就是会众真的觉得说 这个Galertown在上面是很五彩缤纷 然后也很多资讯 然后可以让他们充分的吸收 然后这个是议程的参议度 然后这个是实体会议跟线上会议的参议度是不大 然后改文线上之后呢 就是会众的社群认同度有增加 这个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数字 就是原本2020年是3.8这是还好而已 然后去年和今年是就是显著的 透过Galertown的参与 就是还是觉得自己是社群的一份子 然后不好意思这个字有点小 然后这个就是直化满意度会众回馈的部分 大体而言就是说就是会众觉得学到很多东西 然后会场布置很好气氛也很好 这21年的时候 然后22年稍微就是有会众提到说 可能一下子太多人 然后有影响到那个体验的部分 然后这个是线上活动形式 然后会众回馈的部分 然后这个是PiCon APEC赞助商回馈问卷的部分 那虽然只有两份 但是还是蛮宝贵的 就是说赞助商他们也觉得说 这个就是Galertown的形式 就是第一个厂商他是很满意的 然后第二个厂商是觉得还好这样子 然后这是我们的广告投放概况 那心得就是有这五点 就是初次投放就是建议用会员名单再行销 但是不能投放太多次会失去新鲜感 然后再来就是可以依照重要的时间点投广告 然后动态广告会比记态图还要吸睛这样子 然后最后会很建议说 因为我们真的算缴了很多学费 所以最好建议就是找有经验的志工提点方向 然后这个就是研究结论跟建议 就是真的觉得说 透过这个Galertown数位转型的就是 真的有打造良好的所谓的远端临藏感 然后而且也正向影响到 就是会众认知到的资讯度跟投入程度 然后也减就是间接的正下提升 会众的社群认同度 那比较特别是因为我们过往两年的行销方式 都是只能靠 也不是都是只能大部分 应该说我们开始尝试用广告投放的方式 所以就是吸引来的人 就是会发现那个他是第一次参加的人满多的 所以就是所以会给我们一种感觉说 我们办线上吸引到的会众跟愿意来参加实帖会众 可能是不同的两群人 但是幸好那个线上的会众 他们是很吃网路广告这一套的 那就是又透过促销的方式 然后进而来就是做转换来购买我们的票券这样子 然后再来就是虚拟线上会议可不可以满足 参与者的享乐满足 享乐感是很重要的 那这个我们的Galaxy Council满足的 然后再来就是第二个就是说 这个FB广告的投放成效良好 所以造成就是我们的会众参与人数 不是没有比实体少 反而还略增 就是大概就是21年居然有560个人 然后22年也有将近500个人 所以这是我们透过那个广告投放一个很好的成果 这样子 那最后就是跟大家提一下研究限制 就是虽然就是2021跟2022年都是线上 但是刚刚就是有提到说就是我们的 就是我们2020年是10周年 但是我们的目标只有针对就是台湾的社群 然后21年的话就是针对整个APEC的部分 所以会造成我们的问卷回收是有误差的 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就是问卷调查的分析结果 最可惜的是说我们21年有60份问卷 但是22年只有16份 这其实会有一点点偏差 就是60份560个人里面抽60份 就是你就是大概还可以 就是这60个人可以代表这560个人的意见 但是2022年也是将近500个人 但只有16份 就是可能那一年就是说 没有很积极的宣传 然后有注意到这件事来填的 所以他们就是通常就是 我在想应该就是每年都会来支持的会众 所以就会影响到说我们的问卷结果 就是22年的分数会比较低一点 因为我在想说爱之生者之切 就是他们会觉得说 这个就是办的就是每年都办 那去年21年半那么好 那22年应该要更好 但是实际上并没有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研究限制的部分 然后所以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 启发就是说 如果每年都可以认真吹拂 还有提醒营制的话 那累积下来是可以做成跨年度的分析 那最后就是我这场talk呢 就是因为我的背景是 就是行销系的老师 所以就是我去做那个社群行销 或者是拍抗的年度的行销策略的志工的时候 着眼点都是从行销人的角度去思考这样子 但是我们刚这个又要再谈到一开始 我刚没有很用力提 就是这个品牌使命 就是拍抗 我相信拍抗TW在台湾是很棒的 open source的就是社群的品牌 那它的使命核心价值都定的很精准 那就是很多研讨会 因为坊间太多这种IT研讨会 那先不论他们的使命是什么 但我们的使命就是要扩大Python的社群 那我今天都是在讲行销 那其实我是有点刻意就避开 那个社群治理的部分不谈这样子 因为老实说它是一门艺术 就是像刚刚那个文华和伯俊就说 办拍抗很难吗 是的它真的很难 就知道说就是它其实是需要很大的心力 就是比较不是那种行销 用那种商业 也不是商业 就是我们透过一些行销技巧 广告投放的策略 就可以达到一些维持就是一定的会众的参与 但是这些会众进来之后 他在这一个虚拟的会场 如果不是热心的志工跟他们寒暄打招呼 你觉得他们会觉得他们会很有 那个teler presence吗 会很有远端临场感吗 是想还是不会的 那它实际上当天呢 就是我们的志工 就是都是全程都泡在那个 Galertown的虚拟会场里面 然后就是让会众就是觉得说 我在里面虽然走来走去 但是都会就是随时都可以加入 就是会场的聊天 非常的方便 就跟实体的会议一样 所以在刚刚问卷的结果 他也的确就是觉得很满意 他很认同说 我参加这个Galertown的会议 的确让我感觉到 我可以是这个社群的一份子 所以这个才是我们办拍抗 世界各地的拍抗会议的目的 那之后就是也会把这个概念 就是会传承给之后的行销组 或者是其他我们拍抗研讨会的志工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那么辛苦 就是要到处摆摊 拉人来参加研讨会 是为了赚钱吗 当然不是 是为了要增加台湾学拍抗社群的人数 那当然你会觉得说 这个现在开源主流城市语言 大概就除了Python 应该就是已经是最入门最低阶的 这样就小学生都在学 那还有必要在壮大吗 是的有必要 也就是各位有听过那个Python Foundation吗 就是实际就我们背后的干爹 就是世界各地拍抗背后的干爹 就是他们其实就是每年都会播 就是一小笔的经费 经费持续的赞助我们 那他就是一个国际型的开源的社群组织 所以台湾的使用者如果要跳脱说 我学Python只是一个很功利的目的说 我可能只是要学会那个股市爬虫 然后或者是为了应付学校老师的作业 那就需要透过像Python年会这样的形式 持续的鼓励想学Python 想好好应用Python的人来加入这个社群 然后而且就是他可以跟讲者 就是零距离的互动 然后就是互动完之后 就会觉得太好了 就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你在家现在YouTube上面有很多影片 你绝对可以自学Python 但是是什么原因让你愿意花 就是可能是一笔钱 然后买门票来进到Python这个场地 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核心的品牌使命在 就是我们让你进来不是说单纯的交易关系 你来只是来听上课 然后学知识走人 不是我们Python不是这样 是你进来然后除了学知识之外 然后你还可以交朋友 然后交朋友之后 你对这个社群的归属感就会开始建立 然后你会渐渐信任这个社群的人 那你信任了之后 你就会开始想要认同想要去加入这个社群 然后之后就会可以渐渐变成我们Python社群 Python年会社群的志工 这个才是我们办Python年会的这个目的这样子 但是因为这个东西就是 可能因为我是文族背景 所以我对于这样子的就是从知晓到 就是提升好感然后到提升认同 然后提升信任然后做出承诺 这样子的步骤是很熟悉而且是很着迷的 但是我不确定就是说在场各位 因为我想在场各位很多都不是行销背景 然后也都是工程师 就是应该说就是软体开发背景的 那我不确定大家对这件事有没有兴趣 但是有兴趣的话就欢迎就是来参加我们 今年9月的Python年会来一起跟我们交朋友 然后就是进一步的了解我们这个Python年会的社群 这样子 而且就是市面上 社群自理的说好像应该说是没有 但是那个什么 我可能要稍微打一下广告 就是你们知道有个开原社的经验 就是Costcap有个开原社的社群鬼 然后那个社群鬼就是里面有个林旅强强歌 就是他就是非常了解社群经营知道的 那他有翻译本书 就是你有机会可以去跟他询问看看 然后其实如果就是如果你要多了解一下 社群经营知道的话 就是他有一本书叫做社群艺术这样子 然后那那本书就是也是有点像是说 我们去怎么样去经营这种会议社群 或使用者社群的心得谈 那这个如果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 但是这也不是今天要发表的重点这样子 那好所以呢这个就是大概就是以上的心得 然后虽然我说我这是紧张得要死 然后我本来还以为说我可能讲一讲 就是说那个我讲完了这样子 然后麦克风丢了就逃走 然后我居然不知不觉就就把他讲完了这样子 对对对 那个时间到了 对对对对 好那大概还剩下三分钟的时间 就是我刚讲的很跳 尤其是我刚其实因为我是在学校教行销的 所以你知道身为一个老师 就上课的时候就是一定会跟大家讲这个 什么数位转型的理论是什么 然后Marketing 5.0 原宇宙习来啦 好企业数位转型很重要啦 Galertown是原宇宙办公室的一种形态啊 好这些我但我觉得如果我讲这个真的变成在上课 然后那就是今天不是来上课的啦 对就是今天就是来做心得分享的这样子 对所以就是幸好这些就跳过了 然后就是那个直接直接讲干货 干货就是我们刚刚那个就是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如果以后我相信你们来听的有些 可能是也是有在玩开源社群 然后玩开开源社群 可能你们还没有办过线上展会 那你们今天来听就不论是上一场温华 或者是这一场我去讲说 那个怎么样去过去两年 很有效率的办了线上的会议 而且成果还不错 然后听完之后可能要掌握几个概念就是说 他的核心概念就是你要让人去了之后 觉得好像神里其境一样 然后Galertan他虽然是像素风的 就是二次元的那种概念 但是因为他的操作体验非常流畅 然后他也可以让你客制化各式各样的图案 场地 比如说我们去年就是在会场有办一个花园 然后我们会议的第一天晚上就是那个Pi Night 然后第一天Pi Night的内容就是K歌大会 这样子就是我们一群人在线上唱卡拉OK 这样子这种事情他都可以办得到 那他的着眼点就是在我这个架构的 那个一编号一 远端联场感的重要性 然后你这个东西有顾好之后 他就会去影响到参与的人去认识到认知到说 我参加这一个会议活动呢 资讯性是足够的 然后参与度也是足够的 其实根据我这边有讲个文献 是荒诶之后 他里面的原始的模型他还有提到那个enjoyment 还有就是那个互动度interactivity 这两个变相也是很重要 只是因为这两个变相我们的会众问卷没有问到 其实我觉得就是如果真的要做认真做一个研究的话 是可以再纳入这方面的题目 但最终最终我们为什么要去设计这个宇宙感的会场 或者是台位的会场 就是为了要提升他的社群满意度感受到自己是社群一份子 所以也就扣连到就是我们派抗研讨会年会的成立的目的 所以这个是今天就是想要带给大家的一个成果这样子 好 太好了 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那就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 谢谢 疑问了 对 可以 现在休息时间可以跟讲者交流一下 好 下一场议程我们预计会在2点50分开始 然后就麻烦大家休息一下之后 再可以回来拍抗台湾的社群柜 谢谢